七十九 名報Husafredorf大媽 2015年7月12日週日話題 P05 亞里在大陸工作,小區前地每晚都會聚集幾班大媽在比舞 一些對形齊整動作嚴謹,還有一式制服,一些則是組織散漫 旁觀者可盡可出,大火兒動作不一卻能打成一片 舞者當中,有男有女,但當時中老年居多,每每經過舞池 不少年輕人都會雕一兩個散笑目光,或別過頭大笑而走 而我在這段與大媽圍伴的吵鬧日子因而 被學懂了紅片全球的神曲小蘋果和一大堆聖詩力揭喊唱的草原情歌 將被異地文化淺了一身,混雜其二 在大陸,廣場舞對我等港產過客而言是催景一道 我與大媽無怨恨,有別於被長期滋擾的居民 腦怒得以撥憤雜彈所地鳴槍以作驅趕 然而,近年廣場舞卻跳到香港,並在更一觸發生一波 由本土組織發起的區大媽行動 反大媽者認為,大媽跳紅舞與香港文化格格不入,影響使用 再者,大媽在舞蹈期間騷手弄之,勾達八百賣弄色情以賺錢 雙風敗族,驅大媽由西洋菜街燒至屯門 成為自驅趕水貨客後有一條由本土派牽頭製造的光復戰線 實在,在人們驅逐大媽時,人們在驅逐水,又驅逐了什麼 內地大媽 港式大媽至2013年大量收購黃金 創下當年最高單日金價帳幅,大媽Dame 一辭職紅遍大半個地球 在大陸,大媽販子中年女性,大多已婚生子,全職主婦或接近退休之年 大多有一定經濟資本,外形方面,大媽就是阿嬸無揚,青春鮮欲不再 一如大內密探寧寧法中,從黃光奔出破向皇上的那些厚江街禮一樣 足以令所有血氣方剛的直男子洪峰毀美 他們活躍的地方除了股票行和金行,就是廣場 全國各地廣場均有大媽舞姿,而大媽為了力爭跳舞的公共空間,也經常勇武抗爭 在武漢,就有大媽不滿物業管理公司鎖地以防廣場舞 那鐵鉗展指其施網在佔領廣場,為跳舞,大媽可以去到好盡 既然內地大媽有錢又強悍,何須在蔡家小地江計書專買舞賺錢兜搭港產 原來,在旺角在歌在舞並非自由行大媽 卻是一群來自屯門的新移民中年婦女 有倫者創定了港式大媽標籤 以概述一種新移民想像 港式大媽的文化基於移移植至大陸 范子一聲以結婚移居香港的內地基層婦女 他們文化水平低,對香港社會莫不關心 文化生活仍是朝向大陸,限時落社區中心跳舞 參加政黨興趣班和旅行團過日晨 只關注自己的家庭和私利 畢業深社會參與,覺得爭取民主就是搞事 少有自由意志投票,總是被發動成建制票源 罪犯大媽事件因爲兩個直言不同的群體 因爲一種類近的共通文化集體舞 而被再次混為一談 事實上,自中港矛盾聲溫 自由行與新移民就經常被一概而論 在中港融合過程中受到政治和階級壓迫的港人 把憤怨連帶燒到比他們正經地位更低 擁有原罪的新移民頭上,實在,大媽的真正身份和背景如何 並不重要,因爲無論是內地大媽還是港式大媽 反對者排斥的是一切與大陸有關的事物 但這種排拒不單純是族群性的 及同時有階級和性別的面向 某些群體總是租養不符合可欲美麗標準 粗粗是井文化低的中年婦女 往往被置在戰線前端,作為在族群鬥爭中被敵視抗擊的屬罪高揚 中年婦女的原罪與力量在驅逐大媽的雨景中 心埋行列式居必性別、情慾、年齡、可欲外貌和階級的偏見 例如,身材走樣青春不在的中年女子就是醜婦 挑戰體母就是惡逐,反映一種主流直男審美觀以及文化階級思維 他們與老伯聊天就是兜搭,反賣色情 實是暗藏對性工作的罵名 這則偏見我等港人士如此熟悉,深入骨血 從小到大的港式電影和劇集都不斷告訴我們 中年婦女不可欲的樣貌和身材是可以理應被無咎地嘲笑的 這則偏見在需要政治正確時被隱藏 在對陣時卻被大量內容以攻擊政敵 但這則攻擊的呈現與散播,無疑有其抗日效應 亦在制對中年婦女的固有其見,雪起大媽,不者想到一個群體 多年來,思乃被港人散笑為無知、貪小便宜、不離家國大事的圖騰 小女人和婦如總被設定為止關注自身利益 與社運和民主運動絕緣的一群 無知思乃固然是經不起驗證的黑板形象 然而,思乃的涵義亦除橋途的歷史推移 以及正經文化的變動發展,佔此變化延伸 受過高等教育的思乃越來越多 當中不少熱中社會事務,其組織力和機動性絕對不輸其他社運團體 事實上,不管是學歷高低,思乃可以是充滿力量的群體 攪射混絕對時爆炸力驚人 例如,在八十年代的英國礦工大罷工期間 婦女組織Land Cauchy Women Against Pitclosures 四名成員成功佔領梅塔 原因是梅塔管理曾不相信人妻和大媽能如此勇武地做出佔領之事 因而鬆懈,在南韓,連鎖超市向佛在2007年無理解故合約臨時工 並以外判員工代之,一眾中年媽媽給婦女群起維權 抗爭期間多次被恐嚇狗打 官司前身,足足持續了512天 正是電影《易權師乃的真實原始》 近一點,大陸的天安門母親,為了為兒女平反 孤獨打拼25個年頭,每年必然要勇武幾次 就是堅持拜祭,堅持悼念 統戰中年婦女就是現實政治對待自由行內地大媽 一次兩次的驅逐,或可以成功鎮嚇他們使之一去不復返 然而對以移居香港的新移民婦女而言 每一次的驅逐,不但不能驅逐他們返大陸 卻會把他們驅離民主運動,再推向中共領頭的建制力量 事實上,建制組織一直大力籠落基層新移民 例如,新家園就與中銀聯手推出全包式保險計劃 而吸引新移民入會,多次反佔中 補普選遊行或街站不乏新來港婦女的身影 即便是早前2017一定要得的正改造世晚會 也有新移民大媽跳舞站台,會看數據 新移民的確是整體人口增長的重要元素 2013至2014年底,新來港人數為4萬5百人,是出生人數的超過一半 2013年,新來港女性累計已達125萬9145人,近九成居住超過7年 把數以幾十萬計的新來港婦女都驅逐出去以看為想像中的本土 想法又會否過於離地 或者,驅趕大什麼只是一種本土情緒的宣洩與政治演出 用不寒淫決,真思考,除了爭取源頭折籠,收回單程證審批權 更重要是如何令新來港婦女對香港建立歸屬感 再把情感導引,以切身議題連結各體,加以組織成抗爭力量 才是急育要思考的策略,與其讓建制以小利收賣真行的個人力量 何不嘗試開發更多逆權鮮奶和大媽,新來港婦女多是基層 是食物鏈中的底端,工作備受剝削,居住環境惡劣,家裡沉重 需要的是一個強健的公民社會,以勞工、社區、婦女已提介入個人的生命軌 令他們有抗爭的力量與方法,要養大媽由跳舞走去抗爭 成功略絕對成儀,且需時極久,注定是滴水穿石的陪本策略 然而,生命的轉化總比政治得失更為辭行,可靠,排拒可能是基於恐懼 有時我會恐懼所謂的無知大媽,或港珠,所以恐懼 因為我很難不去想到,這些群體的冷漠犬如和無知 我自己也有份製造出來,問阿尼 請問阿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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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阿尼